最近的英国皇室正经历一场大危机 当地媒体形容这场危机比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 甚至37年爱德华巴士退位还要大 而这一场危机的发起者呢 就是如今伊丽莎白女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德鲁王子 事情也很简单 美国富商爱波斯坦因为性行贿的重罪被关押 随后在狱中离奇的自杀了 这件事情牵扯深管 挪威王妃摩纳哥亲王美国总统都被牵扯其中 当然安德鲁王子与爱波斯坦交好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幸的中枪了 当年被爱波斯坦控制过的女孩子公开出来喊话 安德鲁王子和爱波斯坦是一起的 她还服侍过王子 事情没有证据本来可以不了了之了 但是安德鲁偏偏跑到电视台做了节目 要澄清那一些不实的新闻 举出种种证据说明自己没有被那一名女子发生关系 如18年前的那一天 我陪着女儿吃披萨去了 餐具受过伤无法排汗 所以大汉淋漓的照片是批的种种 第二天就被媒体找出了证据打脸了 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完全自杀式的发言 现在呢她已经解除了王室的一切职务 不敢再公开的露面了 更有意思的是刚刚参加完节目 她还跑去和母亲炫耀 这次我的发言很成功 那么为什么安德鲁王子会有这样的骚操作呢 这要从她的出生说起了 安德鲁是伊丽莎白二世的第二个儿子 哥哥查尔斯 就是戴安娜王妃的前夫呢 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 责任重大 而作为第二个孩子的安德鲁 从小备受母亲的宠爱 待在父母身边的时间也就更多了 86年 安德鲁王子与平民女孩萨拉福格森结婚 据说呢 还是戴安娜王妃做的没人 也就是在戴安娜与查尔斯离婚不久的时候 安德鲁的婚姻也闹到了惊世骇俗 萨拉王妃被爆出和一位富商到海边度假 举止亲密 而她和王子的女儿小公主就在旁边 有图有真相 新闻一出举国震惊 王室想瞒也瞒不住了 最后两人离了婚 这位前王妃到美国上又是上节目又是出书 还借着安德鲁的名气敛财 大转特转 据说呢 两个女儿的高昂学费呢 她也有出力 而离了婚的夫妻二人虽然各有绯闻 但是关系也一直都不错 萨拉回国还能站在安德鲁的宫殿里 跟着她一同出席聚会 两个女儿也曾公开表示 父母离婚之后关系也很亲密 而两个女儿现在长大了 小女儿有经历公主因为从小花费巨大而引起争议 18年结婚后倒是收敛了不少 而大女儿碧翠斯公主呢预计今年结婚 但是那一位未婚夫确实是人品堪忧 也不知道婚礼能否顺利的举行 今年2月19日就是安德鲁王子六十大寿的日子 受到那一件事情的影响 女王亲自下令将寿宴改为家庭聚餐 一方面是惩戒 另一方面也是保护了 如今被废倒是不太可能 但是她退出了舞台是肯定的 安德鲁王子与哥哥查尔斯王子一向是不和 母亲又已经是94岁的高龄 一旦哥哥当上了国王安德鲁会怎么样呢 还是祝女王健康长寿吧